泡溫泉一直以來都是大家休息放鬆時的好去處 尤其最近天氣逐漸的轉涼了 能夠早時間去泡個湯 舒服的放下所有的煩惱 是個多麼棒的一件事 因此這次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關於泡溫泉鮮少人質的三件事吧 第一個 台灣位於歐亞板塊的邊緣 所以溫泉的數量是非常非常的多 但即使現在氣候已經變形得亂七八糟了 台灣還是只有冬天明顯的叫冷 因此雖然早在清朝時期就發現有溫泉的歷史文獻 但在當時溫泉一直被當成是有毒的水 沒有什麼能感接近 直到日治時期把泡湯的文化給引進來 台灣的泡湯習慣才逐漸的興盛起來了 第二個 在許多有溫泉的國家 都會把泡溫泉當成是幫助身體修復的主要方法 最有名的就是古羅馬 當時會讓受傷的士兵去泡溫泉 幫助身體的修復 而現今的歐洲各國 以及以泡湯文化著稱的日本 都有相同的習俗 泡溫泉其實最主要的好處還是在於 溫泉的熱效應能夠讓你的血液循環增加 舒緩肌肉的緊繃還有關節的緊繃 既然讓你的身心靈都跟著放鬆下來 所以如果你曾經去復健做熱膚的話 那麼泡溫泉就是去做熱膚的全身加強版 因此如果你平常熱膚可以讓你比較舒服 比較放鬆的話 那麼去泡溫泉肯定效果會更好的 其次是溫水流的衝擊 它會能夠促進局部的血液循環 讓你局部的酸痛被減緩掉 溫泉中的礦物質成分 不同的礦物質對人體皮膚有不同的作用 像是碳酸氫納泉對皮膚就有滋潤的好處 是被認為能夠軟化皮膚的角質 另外碳酸泉則是被認為能夠促進皮膚的血液循環 那第三個雖然泡溫泉很舒服 但其實有些人是比較不適合去泡湯 或是泡湯時需要比別人還要多注意一點 像是有心血管疾病或是有高血壓的人 由於血管的彈性較差 所以溫差一大就容易出現毛病 最常見的案例就是 泡完40度的溫泉之後 直接跳下去10度的冷泉 這對年輕人來說當然OK 但如果你已經是個年紀比較大 或是有心血管疾病的人 那麼這一跳下去 就會導致血管快速的脊縮 血壓急劇的升高 就有不少人因此的突發性的中風 所以要是你的健檢報告常常紅字 總之有山高 或是你的年紀已經有點沉度的人 都建議在泡溫泉的時候 逐步的改變溫度 尤其是離開溫泉時 要先在溫暖的地方 把水給擦乾淨之後 再穿好衣服離開 另外就是皮膚容易過敏 或甚至你有異味性皮膚炎的人 都要特別注意溫泉的酸鹼值 因此要是你的皮膚狀況比較不好的話 都要盡量選擇比較中性的溫泉 才不會泡完了之後 全身癢的不得了 另外呢 像是有急性酸痛的人 像是你剛嗓到腰 或是你手臂剛拉傷 還腫痛的不得了的人 其實也不太適合泡溫泉 前面我雖然說過 泡溫泉對於身體肌肉緊繃 以及疼痛舒緩有非常好的幫助 但剛受傷是一直有強烈的脹痛感 就代表說你受傷的阻值 正在劇烈的發炎中 那麼這時候你還去泡湯 加速血液循環的話 那麼隔天一覺醒來 或甚至你泡湯完之後呢 就可能導致你的腫脹更嚴重 那如果你只是上班久了 容易脖子痠 腰痠 肌肉緊繃的話 那麼泡溫泉讓肌肉放鬆之後 再去做一些伸展動作 其實效果就會非常的棒 因為你的肌肉關節都被放鬆開來之後呢 你活動起來就更靈活 也就能夠讓動作做得更到位 那麼效果也會更好囉